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5月7日星期四 在说这个糟心的事之前呀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暖心的事 那就是五一节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习近平他是去哪里 然后呢 又有一个视频出来 就是呢 我之前就说过 我特别喜欢看习近平呢 到各个地方去视察的时候 和群众的互动 有很多网友也表示呢 也特别喜欢看这个 那在今年五一节的时候呢 又有这么一个视频流出来了 就是习近平呢 不知道去哪里 然后他就是在那有很多的群众嘛 那些群众呢 就跟他有一些交谈 也没有听清楚 那些群众和他之间呢 都交谈什么 然后呢 突然就有一个 奶声奶气的小孩的声音 说爷爷好呀 就这样一声啊 哎哟喂 这一声一出来以后呢 这个小孩的声音呢 一开始这镜头里面 并没有这个小孩 那这个小孩的声音一出来以后呢 哎 这个镜头呢 就转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小孩呢 也是在这个镜头的一个角上 那这时候众人的目光呢 全都集中在这个小孩的身上了 那这小孩呢 是由他的 好像是他的爸爸抱着他 大家的声音呢 哇 一下子目光呢 全都盯向了这个小孩 然后大家就喜欢这个小孩 喜欢的不得了 然后习近平呢 就走过来了 就问他说 你几岁了呀 然后这些小孩就说 我两岁半了 然后习近平呢 就把他给抱过来 哎哟 就这个瞬间 真的是太暖然了 太感动了 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就是这个镜头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这两天就是在网上流传 特别感人 特别暖心 好 说完这个小故事呢 现在我就跟大家说 今天我这个话题 我这个话题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一个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在美国的那个 纽德西这个州 纽德西叫新泽西州 这个新泽西州呢 是这次疫情当中 全美国里面 受害最深的第二年 那第一个呢 疫情最严重的就是纽约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新泽西了 那我现在呢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截止到现在为止 这个疫情的情况吧 截止到此时此刻呢 这个数据呢 是这样的 全球一共的感染数呢 是373万 死亡呢 已经达到了26万 那美国呢 它有126万的确诊数 它的死亡呢 已经达到了74,794 还蛮令人揪心和痛心的 那在美国的内部呢 纽约是33万的感染人数 而死亡呢 是25,000 第二名呢 就是纽约西了 纽约西呢 它是13万 比纽约呢 少20万 死亡的人数呢 是8,000 比纽约呢 少了不少 但是呢 它是美国的第二大重灾区 顺便我再说一下 那俄国呢 是165,929 现在俄国发展的势头呢 非常的严重 我感觉呢 它有可能会追赶美国 会超过意大利啊 会超过这个法国啊 那它死亡人数呢 到很少 它和德国非常的类似 德国的死亡率很低的 那它的死亡率呢 比德国还要低呢 它现在为止呢 死亡的人数是1539人 这个呢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要说为他们高兴的话呢 真的是高兴这个词 在这件事上用上呢 真是不忍心用高兴这个词 那法国呢 现在是总的感染人数 比俄罗斯呢 要多一点 它死亡的人数呢 是25,000 关键是增加的人数呢 现在美国每一天 还在以25,000 昨天他们增加了 25,000的确诊 那俄罗斯呢 也是紧跟其后是 10,559 法国呢 是3530 每一天增加3530呢 这也算多的了 好 说完呢 这些数字呢 那我就想来 跟大家说一个 前一阵子 大家应该听到过 就是纽德西呢 他们那儿 有一个市长 这个市长呢 他的情况呢 就是他自己说 在11月底的时候 他曾经去到这个大西洋城去参加一个会议 那他参加这个会议 完了以后回来 他就感到浑身的不适 什么浑身疼啊 发烧啊 尤其是发高烧 那他就去看医生 他的家庭医生就跟他讲 你这个就是流感 你回家以后呢 就多休息多喝水 就跟这个北美的医生 看这个流感跟病人说的话 都是一样的 像我如果在北美呢 如果我有这种感冒的症状 去看医生的话 医生都是这么两句话 说回家多休息多喝水 他也不给你开药 也不开抗生药 这是对的 不开抗生药是对的 因为这个抗生药呢 对病毒一点作用都没有 抗生药可以杀灭细菌 但是呢 对病毒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呢 中国以前的时候呢 就猛给开这个抗生药呢 这是不对的 但是现在呢 有一段时间 也有好几年了 中国的这个政府啊 或者医学界啊 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现在呢 他们也不那么疯狂的熟业了 那他就是医生告诉他说 你就回家多休息多喝水 那他回家以后呢 慢慢的 他的这个症状呢 就有所缓解 缓解了以后 在这个12月底的时候 中国就爆发了这新冠肺炎 那会儿他就想 他说 哎哟喂 他说我这个症状呢 好像我在11月份的时候 这个症状 就跟中国现在爆发的 这个新冠肺炎 好像非常非常的相似 会不会我那会儿 就得了这新冠肺炎呢 但是呢 因为他们美国并没有这样的病例 所以他就想 哎呦不会的 我也没有去过武汉 我连美国都没有离开过 我是我也没有接触过来自于武汉的人 我甚至也没有接触过来自于中国的人 我怎么可能得这个新冠肺炎呢 再说了 那会儿11月份的时候 中国还没有呢 中国是在12月底才发现的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念头呢 就甩出去了 甩在脑后了 就忘记了这件事情 那随着这个美国的这个疫情呢 爆发的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他就这事呢 老在他心里面 就是是个事 他就觉得说 那我那会儿 我到底会不会是 也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呢 现在呢 有一些声音就说 这个病毒呢 到底是从中国发生的 还是先从美国发生的 就还不一定 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现在可以检测你的抗体 你如果是感染了病毒的话呢 一般的来说 你会产生抗体 而且这个抗体的检测呢 有近期抗体的检测 和远期抗体的检测 所以呢 他就要求他的这个家庭医生 帮他检测一下 这一检测不得了 就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 他这结果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他的抗体就是阳性的 阳性说明什么呀 说明就是他得过呀 说明他感染过这个病毒啊 那这件事情呢 他就公之于众了 就召开记者会 跟记者说这件事情 好 这件事情一出来呢 从上个礼拜三 他公布了之后 上个礼拜三 他结果出来 是星期五 星期六的时候吧 周末的时候 他才公布了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就在全世界 尤其是在华人圈里面 引起了不小的一个轰动 大家就觉得说 我天哪 果真的 果不其然 对吧 美国一直都是 贼喊抓贼 老说这一事呢 就是中国 现在你看 这个你如何解释啊 如果说你前一阵子 对吧 你们这个加州查出来 有人在2月6号的 那个死亡的时候 那个检验报告 尸检报告里面 已经说他确认了 他是感染了病毒 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是2月6号 比你们官方宣布的 那个2月29号的那个 整整的早了三个礼拜 对吧 你说那个2月6号 你不愿意去说 往前推 说他是在中国 第一例之前 他就感染了 你不愿意承认那个 对吧 你也没有证据 去只是推算而已 那现在好了 现在这个市长出来了 他是记得真真儿的 他是在11月底的时候 有症状的 那你现在怎么解释 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利的事情 中国人呢 就觉得那个 我看到就网上 有的人就说 哎呀 这些个什么 爱国的这些 一听到美国出现了 这个第一例 早于中国的那个爆发 然后就跟打得鸡血似的 那我同样的 我也想说呀 那出现了这种事情 当然是让中国人 这些爱国的人士 这些心疼中国 被栽赃 被陷害 无畏的 无辜的 来背锅 对吧 同情中国这种情况的 浑身有嘴 说不清楚的 这种状况 心疼中国的这些人 当然是你出现了一个 反正的时候 当然是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了 对不对 这样呢 你就能洗脱无辜啊 你看到无辜 被洗脱 你不开心 那你是什么 是开心的呢 反倒说 那些个国外的 那些华人 对吧 你长着一个 中国的面孔 你流的是中国的血 然后你写的是 中国的文字 然后你一遇到 这种时候呢 你就如散考彼 你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我真的是 很想不通 好 这个我们不说哈 就是美国这个市长 这一例 真的 因为美国你要引体 警惕了吧 你要清醒清醒了吧 你应该放弃 你那些胡言乱语了吧 对不对 你应该把这事 好好查一查吧 那这个市长 他也不是 他是唯一的一个呀 这市长还说了 他有好多朋友 有这样的情况 他说 他那些朋友 也跟他一样 那会儿呢 也有这些个症状 他就怀疑说 哎 那我那些朋友 是不是也有抗体 他就建议说 大家都查一查 查一查 这抗体这事 看看是不是 你那会儿 你回忆一下 是不是你早期 也有症状 你看你现在 是不是身体里面 也有抗体 如果你现在有抗体 正好就跟你 那会儿有症状的 这件事呢 就对应起来了 就说你你早期 那会儿所得的 医生杠 你是流感的 其实不是流感 其实就是这个 新冠病毒 引发的肺炎 那当然 他这个美国人 这个市长呢 他无疑于 给中国洗清了 他只是想知道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 是什么 这个事实是什么 他的真相是什么 他只是想知道这个 对吧 他对中国 没有兴趣 他对中国是 冤枉也好 不冤枉也好 都没有兴趣 他对美国 冤枉中国也好 不冤枉中国也好 他也没有兴趣 他只是想知道 这件事情 好 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美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首先我们看到 美国白宫 他们仍然是保持 他们前面污蔑中国 造谣重伤中国的 那副嘴脸 对这件事情呢 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 完全的忽视这件事情 继续在指责中国 继续在污蔑中国 3号的时候呢 蓬佩奥仍然在 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在那说 说这个病毒呢 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实验室 他说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证明 这个病毒呢 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实验室 那这个记者呢 就问他说 那你那个说来自于中国实验室 你确定他这个病毒呢 是人工的 还是天然的 然后他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就相信 他是人工的 这是他说的 哇记者当时呢 就懵了 当时就傻了 真的吗 因为白宫的那个情报机构 出来的那个报告里面说呀 说是没有证据显示 也不相信 这个病毒是人工的 认为呢 这是天然的 是自然的一个病毒 那这个记者呢 就问他说 哎不对呀 那报告里面说呢 不相信 他是一个人工的 认为他是一个自然的 哎这蓬佩奥真不要脸呢 他前几秒钟 刚刚说的那话 他牛脸就说 他对 这个病毒呢 不是人工的 是天然的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呢 他是人工的 他是一个天然的 记者呢 还是比较给他面子的 或者也比较相信他 对吧 比较向着他 然后就说 啊 我只是跟你确认一下 咱们再重复一下啊 就说这个病毒呢 他并不是人工的 他是天然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蓬佩奥说 对 是 是这样的 你看啊 他前几秒当中 他刚说了两句话 这两句话 就是前后矛盾的 他不管 他不管 让人记者给抓住了 脸不红 心不跳 就好像他之前 所说的那句话 说 We stole We cheat We lie 一样 我们欺骗 我们撒谎 我们偷盗 就说了这话 然后又哈哈大笑 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你说你跟这样人打交套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 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是美国的白宫 我没有看到 美国白宫官方 任何一个人 对这个New Jersey的 这位市长的情况呢 有任何的一个回应 但是呢 我看到 他们有一些专家吧 有一些科学家 还有媒体呢 对这件事呢 有一些评论 这些评论呢 就在说了 哎 美国呢 是1月20号 报的第一例 对吧 完了以后呢 在3月份的时候呢 3月初的时候呢 也只有100多例 现在呢 有些人就提出来说 现在看来呢 可能就是像纽约这样的州 有可能早在1月份 2月份的时候呢 已经就大爆发了 因为有些人呢 看起来他们身体里面 是有抗体的 他们就不愿意 把这个日期再往前推 推到这个市长 他说他有症状的 那个11月份 因为那个呢 比中国还要早 他们就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他们比中国还要早 这是那个美国的一个状况 这个市长呢 他已经是站出来 对吧 提供了一个铁的事实啊 这是铁的事实 那在这个铁的事实面前呢 他们就采取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呢 就是完全忽视 一种态度呢 就是不愿承认 不愿承认 仍然说 对美国呢 是1月份 2月份 你只要是1月份 2月份爆发的 这个呢 他就可以说是来自于中国 你要说是11月份的话 你就没法解释了 所以呢 他们就 逃避 回避 不承认 忽略这个逻辑性 这是美国 顺便呢 我就想说一下 我看到呢 有网友给我转发了一个 有一个声音呢 中国有一个声音呢 就是建议政府 就是说 美国的什么官方啊 一个总统啊 带着他的这个 一些幕僚们啊 国务卿啊 副总统啊 之类的 就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乱开炮 他们这样乱开炮 这炮开多了 讲话说一千遍 有的时候呢 听的多了呢 有可能会觉得 哎 这事是不是真的呀 是不是就是真理啊 说中国呢 也别太老实了 建议呢 中国的官方 可以是实事求是 对吧 可观一些 那作为个人 像赵立坚啊 华春莹啊 还有什么 其他的人啊 在个人账号里面 也可以对美国开炮 个人账号吗 对吧 他们可以开炮 我们凭什么 就不可以开炮啊 开炮的意思是 就是说呢 管他有根据 没根据的 反正我就涂一个嘴巴 痛快就得了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不要同意 这样做哎 这样做不好 你看啊 我们中国人呢 之前对美国 可以说是 中国人原来呢 挺崇洋 没有爱的 就是呢 对美国 还是怀着一个 挺敬仰 挺敬仰 挺崇拜的 那么一个心态的 就觉得美国呢 这儿也好 那儿也好 以前呢 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在出国之前 我也是觉得 美国就各个方面 都人家都先进 那我出了国之后呢 虽然说 我逐渐的对美国呢 有一些认识 但是呢 总体来说 对美国还是觉得 美国这也好 那也好 对吧 但是呢 你想想看 现在中国人 就通过川普 他这个团队 一天到晚的 胡说八道 对吧 现在他造成了 一个什么后果 我们中国可能是 好多人现在 对美国是 相当的反感 相当的反感 这个数量 他不是一惊半点啊 就是我 就是目测一下 大致的估计一下 如果说以前 觉得美国好的 对吧 有百分之八十的话 现在我估计 降成了百分之五十以下 得是百分之五十以下 只有少数人 仍然会觉得说 哎 美国是一个 令人景仰的 一个地方 美国是个天堂 甚至 很少时候 很少数的人 还会这么想 我是觉得呢 人家美国人 比较讲理 美国人比较文明 美国人比较 可理喻 现在呢 有多少人会认为 美国根本就不可理喻 根本就好多人是流氓心态 有多少人是这么理解的 我相信呢 有很多人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乱打炮造成的呀 如果他乱打炮造成了 这种效果的话 我们中国为什么要跟他 学乱打炮呢 对不对 官方人士 千万千万不要乱了方寸 如果说有一些个人 你就在YouTube 留个言呀 什么的 或者你再 无论你在哪流言 然后你发泄一下 打个炮 这种倒可以 我觉得 但是呢 中国的官方 像华春莹啊 赵立金呢 千万别 千万千万别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